好 速速的來做一個車變人的逆變 哎呀 首先 一樣就是 從這裡 解開這個面板 然後 他車門這裡也其實有特地做一個卡扣給你 可以很輕鬆的把這個面板翻開 貼心貼心 好 前面這一節一樣 搓一下他的關節把他整個往下扯 扯下來 這樣 他的手臂就可以鬆開 他的 腿這邊就是面板扯一下扯一下解開這邊的卡扣 把他的腰節放下來 好 這一步這樣子紅色跟藍色的 里外翻轉也是很漂亮 真的他的下半身我真的是非常喜歡 這樣滑進來 分開 再從裡面這一片翻出來 這裡其實感覺也有點像MP10啦 有一點點像 只是他真的是處理的比MP10還要漂亮很多 小掌翻折 小掌翻折 小後跟翻折 卡扣收起來 有想到說著這個卡扣也是很用心的一件事 胯架 翻起來 這個可以先不要翻 好那 手臂就直接解開 翻起來 來 頭 這裡腰先把這個 一樣 往外戳 戳平 上面這個交付機翻起來 頭就可以翻出來了 那這一步就是 真的是很緊 很難變 翻出來 腰側面這兩片一樣往上折 上半身轉180度 其實我覺得這一隻在從車變人的時候會比較感受到他變形的巧妙像這個腰 這裡放下來 剛好填好這一片 這裡其實也填得很漂亮 好這樣 來收他背後這一坨 這個面板一樣 放下來折進去 再蓋回來 這整片上下翻轉 這裡會有一個橫向的卡扣來扣這邊 把它對好 如此 這邊 翻摺 翻摺 往上摺 這個後照鏡還會剛好閃進這邊的空隙裡面 整個都是 非常漂亮的 只是 背包會偏大 上面這一塊再蓋下來 他這邊有兩個軸是 摺上面這個軸 不要動下面那個軸 摺上面這個軸 這樣他才會剛剛好的扣進來這裡面 扣上 好 腰轉180度 這裡蓋上來 然後手就是調整成正確的角度把他的拳頭翻出來 調整一下煙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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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這樣子變形才是真正的完整變好 但 呃 好啦 插這一步確實是差很多啦 他的腰的線條就比較不會那麼的被破壞了 但其實 還是可以看到背後這裡有 多餘的零件啦 這 好啦 這個背包其實我還是覺得有點討厭 很大一坨 只是 有把腰後面那一塊收進去 效果也確實是有差 快速的做個小更正 那就這樣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